今早早在我们时间 当地时间是13号下午 在宾夕凡尼亚州 特朗普在一次选举的现场 做世大会被枪击中 现在发现不是被子弹击中 是被提磁器的玻璃击中 什么是提磁器呢 就是在演讲时期前面有一块 螢光膜 但你不可以直接看螢光膜 螢光膜不透明 所以你会把螢光膜打平放在上面放一块镜子 半透明的镜子 45%左右 眼望过它可以看到镜子下面拍着提磁器 提出提磁器 它是被提磁器的玻璃击中 而开枪的枪手 现在这个资料来自观察者 是一个白人男性 二十多岁 亦都是宾夕凡尼亚州的当地人 当地人来的 之前已经在集会现场 目击者已经看到 有个男子手持步枪在屋顶上 已经向警方指明了枪手的位置 但警方不知道什么 没什么大反应 警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就听到枪声 枪声响了之后 后面的事情 大家在我上一条影片已经见过了 接着特勤人员跑上屋顶 将枪手击败 肯定是被击败 之后就自然 特朗普就离开了 因此现在我们知道 枪声的方向和受伤 显示到这个很可能 是真正正的枪手 现在知道了 他耳朵流血 那个流血原因 并非子弹造成的 是提磁器影响到的 而在集会那里有一个现场的人 被杀的头部中枪 后来死了 当时有个急诊科医生在附近 向他施行过急救 没用 另外也知道有另外两个人受伤 这里有一幅图 这幅图就是 特勤人员上去了 地上一派这个应该是枪手 特勤人员都要把他锁起 大家看到有些是迷彩服 这里有警察 特勤人员在这里 这是一个屋顶 这是一个货仓的屋顶 这里找到一个 AR15的半自动步枪 这是在美国相当普遍的步枪 距离现场大概200米左右 有一个图说出他们的关系 在哪里 不是这幅 我刚刚看到一幅图 显示到他们 之间的关系 应该 会不会在这边 对不起 对不起 一下一时间不知在哪 无论如何 特朗普没事 我估计 应该 这一次的选举 特朗普的赢面 相当相当大 对不起 因为 不是这个 这个 我直接看到一个现场地图 无论如何 要有更多细节 我会和大家分享 如何